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度的鲜花嘉年华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又来采访我们的郑医生 看过我的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们每一年的九月份 因为每一年九月份 这个城市是鲜花嘉年华的一个 非常美丽和特别的日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和花接下来不解的缘分 那么我们郑医生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看过视频都知道的 就是你看我们郑医生是这个 巴赫花金与自我疗愈的翻译作者 他是把这个书这个花金 来跟我们华人 告诉我们华人他有多么的好 这是我们郑医生 郑医生打个招呼 你好大家好 那个我们看过我们的视频呢 就是知道的就是 如果没有看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前年的 我也是九月份一个视频 是八十号视频 专门讲了一个忧郁症 那么去年的视频呢 是一百八十五号视频 就是关于就是让自己如何改变自己的一些心理一些状况 所以这两集的视频播出以后呢 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呢 跟我时下留言说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郑医生 我也是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 那个特别多的疑惑疑问 郁闷忧郁难过 对前途的那个失望 你能不能让我介绍 所以我介绍了许许多的那个观众朋友呢 跟我们郑医生认识 其中呢好像好几个人那个效果都很好 对 那么我今天就是采访你啊 又来过我们郑医生见面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哈 就是其中有有有有那么几个啊 典型的例子 但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不能一个个说完 就是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日本的一位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个舞蹈老师 当时他就跟我说 哎 郑医生认识 我觉得现在好像前途没有什么希望 好像活着都挺难过的 嗯 我能不能介绍一下郑医生 你就努力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一个转机 所以我就把它介绍给了你哈 那么通过几个月以后呢 前两个月跟我留言说 哎呀 郑医生认识 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你 让我认识了郑医生 我现在焕然一新 虽然他在日本哈 现在的疫情好像比那会儿还严重 对对对对吧 因为他怎么疫情这么严重 他还能够焕然一新 你是施了什么样的魔法 把那个对手 我好像失去了任何的希望和热情的 短短几个月 就把它又换回来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你 Joanna 现在你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散播到全世界 受益于很多华人 所以有加拿大的 有在英国的 意大利的 还有这个日本的 你的粉丝 联系了我 然后呢 他呢不但联系了我 还参与了我的一些空中课堂啊 就是网上咨询的这个服务吧 所以他确实那个变化很大 难怪的我还说呢 我说你一个在日本 我还有一些什么加拿大啦 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都说效果很好 我说那么远你怎么去 我就说你施杂魔法 还空中一下把别人改变了 原来你是有那种 就是说你们是一种 空中疗愈的一个服务 对吧 这样你们是一对一的 好 那我们就聊一下 这个日本的这个舞蹈老师 那么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呢 首先呢自己要有意愿 如果你没有成长 没有渴望改变的意愿呢 谁都救不了你的 所以他主动找到了我 然后呢就说 郑老师你怎么样能帮助到我 然后我就告诉他 一呢你可以就是跟我 做一对一的咨询 就通过线上做咨询 然后呢帮助他看到 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人格 和情绪模式 然后他因为他在日本 所以他可以就是买这个花精 然后他可以服务 对这个花精 好像每个药店都有卖的 对对对 尤其像这个急救花精 对像在澳大利亚也是 所有的药店超市都有卖 对对对 然后呢第一个是他做了一对一的咨询 然后第二个呢他参加了我们的空中课堂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人的成长需要有老师 有伙伴还有有团体 一起一起在里面互相照见 彼此支持 然后呢一起看到自己的模式 然后得到理解 然后一起走 因为你讲了两次就是说模式 其实我有点蒙啊 因为你说看到自己的模式 什么叫看到自己的模式 什么叫模式 好的好的 那么就是说通俗一点 因为你比较专业的模式 我都蒙圈了有点 好 就拿他的这个真实个案来分享吧 就是他有很强的 就是不能真实的去感受自己的内在感受 并且去表达出来的这样的模式 在我们传统来说 就要两面人啊 就是表里不一啊 所以比如说很多情绪 就压在自己的心里面了 又比如说给自己一些道德绑架 我不应该愤怒 或者我不应该嫉妒 但是这些情绪是人的真实情绪 你可以有这些情绪 只是说你要找一个恰当的途径 把它宣泄出来 哦 对你这说的这很清楚了 其实我们人真的是经常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说过教育也好 就是父母的教导也好 他都告诉我们 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所以各种各样的条例框框 把我们那个思维方式给进骨在那个格 就是就像你说的一个模式里面 对 把你的真实自我给局限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 它是起一个把这个模式打破 对对对 然后呢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 就是第一朵花叫龙芽草 就是表里不一 内外不合一 哦 所以要看到自己很多时候不真实 哦 然后通过这个花精的能量 然后还有意识的这种提升 看到自己有不真实的时候 然后呢 去做真实的自己 哦 那个花精它是有能量的 对对 哦 那个像你刚才说的 龙芽草 龙芽草 对 你看说那龙芽草 等于那个龙芽草 本身它就有这种 这种那种 这种灵性在里面 对 然后呢 你们这个 但我当然 我还得要说一句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没搞清楚 这个花精跟精油 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对对 到底有啥区别 因为说实话 我也很多网友也问我 你能不能那个 跟那个 那个 郑一生 跟我介绍一下 我也想问问你 那个花精跟精油是一样吗 无数个 我的那个粉丝都问我 我说我也说不清楚 我说我还是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郑一生 到底 花精和精油 它的区别的 就是本质在哪里 嗯 好的好的 那么有三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花精和精油呢 是从不同的植物 提取的 像花精呢 都是高频植物的花 做成的能量水 所以它的那个是液体的 不是油状的 而精油呢 它是又 用有味道的植物 比如说 就是 柠檬啊 柠檬啊 玫瑰啊 对 对对对 它是作用在人的嗅觉神经 哦 所以它的那个 它是油状 它不是液体状 哦 那么花精呢 它作用的这个层面呢 是人的 我们说这个能量层 嗯嗯嗯 所以它花精还 它同时带有这个对生命 本质的认识 啊 就是说 我们人的本质 是有灵性的 啊 而不是只是我们的躯体 啊 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在这个人世间 就是 啊 扩充你的知识和经验 来完善你的人格 啊 这是 这个比较绕啊 比较绕 但是 一般人听起来有点绕啊 这个比较直爽啊 因为 但是我很理解啊 为什么 因为 呃 我现在也在经 经过那个 就是现在疗愈时啊 疗愈时在 跟我贴身的疗愈我 因为 因为说实际话 我自己觉得 我身体现在很好了 但是呢 我老觉得我 哎呀 头痛 腰痛 反正也不知道 哪个地方不舒服 然后有时候也很郁闷 当然你这个花精 是 是 也跟你是一样的哈 就是说 他就告诉我 人的频率 它是分高频率 和高中低 对对对 它是有档次的 对 他说 所以说 宇宙是一个大宇宙 这个大宇宙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和频率组成的 他说我们人就是最低的 一个频率 但是我们 这个世界上存在有 更高 更高的频率 也就是我们说 宇宙上面 很多东西我们是未知的 对吧 按照我们现在 人家说可能外星人 可能我们扯远了哈 但是我们一定要 大家都认识到 我们这个世界是有高频的东西 这对我们是有产生作用的 对 那么现在我就知道了 你这个花 它就是高频率的一种植物 植物 就是说它是植物的高频率的一个接受方式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人呢就是动物的一种高频率的接受方式 我不知道你理解对不对啊 就是说这个高频率 它是要传导的 那么这个可能水是用这个高频率的花 的那个频率来传导给我们的人 就是说这个这个频率 它是要有接通的 你比方说我现在接受的疗愈 就是通过我的意念 观想 我的高频率的一个什么球 我们脉轮 喉轮 心轮 海底轮 把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的 各种五颜六色的轮 把它调动起来 那么我们人的细胞就打开了 就接受宇宙的能量 那我们人就健康了 那么你这个可能就是植物的能量 把它 我们要是吃进去以后 我们就又放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让我们从心灵层面去 改变心灵上的一些 一些观念 一些认识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好 我解释一下 因为现在在全球呢 就是叫量子疗愈 已经开始就是人们意识到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看那本书 那就是花精是作用在人的心轮 哦 心轮 对 这个我知道 心轮 我天天没事就是说心轮打开 对对对 作用在人的心轮 哦 Ajana刚才就说到这个脉轮的这个话题 确实是这个花精呢 就是作用在人的心轮 哦 对 所以当人心健康的时候啊 他外在的躯体就健康 是是是 就是我经常 我经常会在那个我的视频当中讲 所以好多人都问我说 Jana 那个我这病不舒服 你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然后呀 我现在很郁闷 包括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说 哎呀 明天我要去检查糖尿病 我害怕呀 我要得了糖尿病怎么办 我现在得了那么多病怎么办 我经常会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得了病以后 你首先要安静下来 想一想你到底哪里出问题 首先一个你的心出问题没有 因为任何的灵丹妙药 没有心是白瞎 医生有说 为什么癌症病人 他完了以后治不好呢 因为心病了 医生治不好心病的 所以这点对吧 很重要 对 刚才说到医生 就是西方医学 就是他把人就当成一个躯体 没有看到人有物质性和精神性 这两个方面 试试这样 对吧 是的 那么现在我又回想起来了 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到了那个 喧花的季节 我都会来采访我们的这一生 现在我才明白 花是有灵性的 因为联想到现在 以前我们特别不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外国人 那么好的花园 咋不就煮菜呢 对吧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的 这么多的花园 你就开 包括我有好多那个网友就跟我说 哎呦 九安哪里种菜 还要弄一个一米菜园 你们家那么大一块地 一挖就不是一片地了吗 哎呦 我说我也想挖呀 我们老公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他有点洋人的思维 你看人家都种花 你就能种菜 我就说对呀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洋人种花 我们中国人喜欢种菜 今天我们迷得败了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那个 我们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吃没有 对你吃了没有 就是我们 我们骨子里面 但我们也挺自豪的 我们有那种饮食文化在里面 但是洋人见面呢 他不会说你吃了没有 你好吗 对他就说你今天好吗 就是说 就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他们关注的东西 是我们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一去 就煮菜 人家洋人 那个花园里面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花 所以我理解 这文化不同 没有说好和不好 都是一样的 可能他们更加注重于精神层面的 那么我们更加注重于实际的 所以我有时候 我老公今天还跟我说 说你那就中和一下 你那就把花当菜种 因为我说这好啊 所以我呢可能接着下来很多期 我就会那个中一些可以当花的蔬菜 又有营养 又可以起到一个花的那种灵性 所以我那个通过我 跟我们这一生的啊 就是这么济气下来 我也学会了非常多的东西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啊 就是西方文化啊 就是注重这个精神方面 比如说种花 在菜地里面 你我自己的画园里也是 就是也有花 也有菜 就是我们是有精神性和物质性 两个方面的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两个方面都要平衡 你也不能说我只念佛我不吃饭 就是你的精神需求也要滋养 你的物质需求也要滋养 这样才是一个平衡健康的人 对对对 其实我的视频里面啊 也经常会讲 就是说你吃药也好 其实吃饭 羊肉吃饭很简单 我们老觉得两块面包就搞定了 这哪行啊 人家觉得很简单 那我们呢就是要七个菜 一个汤 一桌子菜 才觉得这个营养才够 其实有时候哈 我经常跟我们的粉丝讲 其实吃得再好 不如心放下来 心打开 这个是营养 所有的营养都比不过的 也就是我们的心 要打开 要放下来这些不好的念头 那个不好的一些想法 一些恐惧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花肌里面 有很多都是调节情绪的 对吧 包括你说那个急救 急救的那个花筋 它都是让你一种 用花的那种灵性的东西 让你一下子把这个 不好的情绪给扶平 对不对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吧 对对对 就是最终你 使用花筋的条理以后呢 就会有一种叫 真实心安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然后跟自己和这种自然 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当你出在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喜悦是从里面出来的 从内而发的 所以今天那个 郑医生这么讲了一下 我就特别理解 我这些网友 能够在短时期内 把他所有的烦恼 把他所有的人生的态度 能够把他转变过来 焕然一新了 我就理解了 那么现在我又有一个问题 现在疫情说实在话 啥说结束 谁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旁边的朋友 就会跟我讲 因为时间长了 大家疲了 包括戴口罩 大家也就是做个样子 那个人与人的距离 也是做个样子 为什么 大家已经麻木了 觉得好像要死就死吧 反正人就三万天 那个我今天就是死了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老觉得好像就觉得 他很消沉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他很无奈 那么你这个花金呢 能不能够 就是让人呢 就是把这种消沉和无奈 把它化解掉 对 就是因为你跟我约说 今天做采访的时候 这个主题是谈什么 然后我就说主题是疫情下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 应激反应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个花金体系里面就说 不要看那个疾病 而是看这个人在危急困顿之中 对生活的态度和反应 这个态度和反应 就能反映出他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状态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自己真实的内心状态 是充满了对生命的 生活的恐惧的 所以这个大难以来 那个恐惧就把它控制住了 觉得他自己本来 他自己就是对生活是一种放弃 就觉得活的是无望的状态 那么这种疫情下面 他的真实的这种应急状态就出来了 就对生命活得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要治疗的是这些 这些他的反应模式 比如说像害怕 他很害怕很惊恐 我有很多这样的个案 就给他用那个沟酸酱 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花金 把他那个恐惧的能量 把它释放掉 然后呢 他的觉察就可以提升 还有比如说 我们说这种绝望的 或者是对生命 是没有意义了 顺从 就随便吧 这个我也给个案用过 他就野玫瑰 他就被这种能量给包裹了 所以这个野玫瑰 可以把他这个能量给他打开 然后他的觉察 我现在是我的反应 而不是真实 现在我就明白了 实际上我们的人 他是一种多方位的一个能量察 那么这个 这个 郑医生这个花金呢 他是把这个能量 根据你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 因为每一个花 它有不同的能量情绪 来调节你自己 其实我 其实我也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感谢我们郑医生 我好多观众朋友都说感谢我 其实你不用感谢我 感谢郑医生 对吧 因为我就是一个 一个桥梁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面 特别是现在全世界各地 疫情都那么严重 有那么好的一个郑医生 和那么好的一个花金 这个花金刚才说了 所有的药店 我相信在国外的所有的药店 保健品商店 你去问有没有花金 他都有卖的 当然你怎么吃 你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就认识郑医生 他告诉你怎么吃 但有些人光说吃以后 我情绪还是排泄不出来 你可以到那个 叫做空中的一个学习去 你不叫学习了 叫互助 互相帮助 因为很多东西 它是需要互相的帮助 疗愈自己 你一个人在那 为什么有时候 一个人在那 就是那个路啊 越想越窄越想越可怕 大家在一块抱团去了 非常感谢郑医生 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在这个 我们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现在我们又在这个 花的一样城市 所以我们的生活 是非常美好的 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 有活力 好 今天谢谢郑医生 谢谢郑医生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